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昧厨房 菠菜不要再炒着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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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之后和菠菜放在一起 然后再准备一把家里吃剩下的伞子 用刀给它切碎 菠菜里面加入伞子 不但能够吸水还能增香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把粉条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把提前切好的葱花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盐 一勺花椒粉 一勺胡椒粉增香 一勺蚝油提鲜 最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馅料都能够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哇 好香啊 现在闻着就非常的香啦 味道特别的鲜美 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把它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取出饧好的面团 不用揉 直接切开 取一块面剂 搓成长条状 再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上面撒一点干面粉防粘 然后把面剂全部揉圆 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饺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啦 下面我们开始包饺子 中间放上馅料 然后用自己习惯的手法把它包起来 像这样一个简单的水饺就包好啦 我们依次把所有的面剂全部包好 接下来锅中提前烧开水 下入包好的饺子 全部放入锅中以后 用铲子轻轻地推动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然后开大火把它煮开 煮开以后加入一次凉水 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皮 而且饺子里外熟得更加均匀 素馅饺子打入一次凉水就可以啦 再次煮开以后 饺子全部都漂浮起来 像这样鼓鼓的就说明煮熟了 我们给它捞出来 装入盘中美味鸡成 这样一道营养又好吃的菠菜馅饺子就做好啦 皮薄馅大 不放鸡蛋不放肉也非常的好吃 味道非常的鲜美 一口一个真的太香了 菠菜这样做营养又健康 好吃不油腻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们使用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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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